环保署22号还请30周年 请来不少大咖驻镇 行政院长林泉 历任署长简佑新郝龙斌等 以及多国驻华史杰和AIT副处长 都到场祝贺 大家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三十而立 在我们的文化上是很特别的日子 但其实根据行政院组织法 环保署将要升格为环境资源部 但规划要扩增的单位跟业务 整并水土林三大资源业务广泛 涉及预算跟人力 相关部会间的角力也浮上了台面 像是原本规划农委会升级为农业部之后 林业和林务等要分到环资部 不过双方僵持不下 结果农委会自行拍板要保留林务 并且承报行政院来审议 另外原本要并入环资部的国家公园 外传因为内政部长叶俊荣坚持不放手 组织改造目前严重卡关 不过相关组织条例将在明年一月底就要到期 虽然组织瞧不定 行政院长林玄倒是大方的拱现任的署长李应元 那么未来环保署的角色实必有所转换 因为我们的行政院组织法已经通过了 我们的环保署即将改为环境资源部 李所长似乎对环境资源部耀耀欲试 所以他有很高的理想很大的抱负 希望把未来的环境保育工作能够进一步的推广 能有更高的更多的势力范围可以去影响 但是也要更做好裁判的工作 让球员的工作丢给其他部位 我们虽然不是联合国的成员 联合国对我们好像也并不是很公平 但是我们仍然是遵守着国际的有关的规范 感谢观看